桌球混双组合凌云如陈思雨 征战巴黎奥运 首轮就抽到拥有主场优势的 法国组合勒布朗袁佳南 双方欧战六局终于成功 击溃地主 台湾组合一开局打出气势 虽然中途一度被法国组合居上 但两人挺住压力 前五局打完 台湾组合取得3比2听牌优势 关键第六局凌云如陈思雨接连发威 最终总局数以4比2拿下 八强赛事入场卷 更是成功复仇 上一次才在五月份的时候 刚输完他嘛 所以今天能拿下比赛非常开心 然后虽然非常艰难 但是在一些关键分 我们还是比较坚定 虽然闯进混双八强 不过下一阵对手预计会对上 大会头号种子 世界排名第一的混双中国组合 王楚清 孙颖莎 林云如直言 真的不好打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打 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 把训练东西发挥出来 然后一球一球去拼他们 凌晨配过去三度与对方交手 但三次对战中都囤下败仗 仅拿下一局 两人笑称目标八强三续中 能先拿下对方一局 盼在巴黎奥运 甜命复仇 夺下胜利 三星文章部也张书涵 特别报道